记者国安家台北报道 为了避免选举纠纷 台北市长柯文哲 近日平对北市府副发言人陈思雨表示 不要参选明年市议员 对此陈思雨父亲 北市议员陈建明经受访坦言 市长要陈思雨留着帮忙 市长有需要就继续帮忙 我尊重市长的建议 如果要留他陈思雨就留着 自嘲说再让他陈思雨 硬要参选不就变成正二代吗 柯文哲经上午与台北市小党议员报告 陈建明坦言 日前已经与柯文哲见面谈过 稍早柯文哲并未再与他摇耳朵谈论此事 对于外传时代力量不支持陈思雨入党参选 是因为其正二代背景 陈建明则说 不能因为你父亲是政治人物 所有小孩都是地方组织派系经营 有派系有所谓政治意识所图 那些才算正二代 像我们这种姑娘哪来正二代 谈到时代力量选情 陈建明认为 时代力量基本上会跟柯文哲 这些很多绑在一起 反而事实大力量需要柯文哲比较多 而不是靠他自己 国民党今天北市越来越视为 是因老是考虑其他政党 力让清民党 新党 无党籍 最后自己政党没有基础 民进党则是逐额提名 结果台联有本事自己去选 他表示 罢免门槛降低 小党容易被大党恶政 如黄国昌被罢免 你自己打拼地方上谁在运作 这是很严重问题 未来小党空间可能越来越小 也影响力愿 议会联署提案 恐成不了案 民进党也会恐吓时 大力量难以撑案 时代力量要赶快找到定位 否则最后跟台联一样 下场悲惨 很辛苦